三沙市中建岛孤旋于西沙群岛西南端 处在远东通往东南亚的海空要道之上 北距海南岛300余公里 中西设计者近日换成大小船舶 探访曾有南海戈壁之称的中建岛 高峻的马尾松如深邃的绿色海洋 低矮的阳角树抗风铜呈现明亮鲜润的清脆 贴地而生的海马草覆盖着大片白沙滩 几十年来 驻岛的海军官兵运用反常石方法 借助反常石植物 把中建改造成了绿沙粥 我们中建白沙粥就是这样 在过去它就是天上无飞鸟 地上无寸草 存活力也非常低 在我们中建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 目前我们种植的绿树已经基本上成荫 我们的椰子树有489棵已经存活了 我们的木麻黄也达到了5536棵 刘长文说 在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 缺土缺淡水又多台风的恶劣环境下搞绿化 要走不同寻常的路 其中一个反常石的做法是在种椰子树的时候 除了培土浇水 还要往沙坑里撒一把食用海盐 邱华是西沙现役部队里目前服役时间最长的海军士官 接20年来 他亲手种下的树苗不计其数 因为生存环境恶劣 未存活的也难计其数 散盐是我们西沙这边的一个就是一直中叶时出这么一个传统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它能够长得越来越好 另外一个据说一直受散盐以后 我们这里是高温 高盐 高日照 高时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 最主要是高盐 散盐 能够跟它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 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是 主要是盐巴里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可以帮助也是更好的成长 官兵们绿化中间 除了运用撒盐之类的反常石种植方法 还借助海马齿等反常石植物 绿化和固化白沙滩 据了解 海马齿是一种肉质草本延生植物 具有在全淡水和全海水环境中 均能正常生长等特点 2006年 战士张孝伟和海马齿 搭乘同一艘船首次登陆中舰 自此双双在岛上扎根 如今 海马齿已经成为了岛草 所以张孝伟更喜欢把海马齿称作海马草 当我们把海马草枝叶撇开之后 我们可以放在舌头上尝一尝 其实我们发现它是特别的咸 这就是我们海马草独有的特点 因为它在海水里面就能存活 只要我们在沙滩上随便找一个地方 空旷的地方挖一个坑把它埋在里面 它就能活 即使我们的沙滩上有五六十度的温度 它一样可以存活 但即便有合适的方法 恰当的品种和辛勤的汗水 因为有台风这样的大杀气 岛上的氯化率总是在徘徊中缓慢上升 例如2013年11月 超强台风海燕正面扫过中间 就让当年的种植成果全部格式化 我们所有人员都是穿着救生衣 相互之间用绳子绑着 那种大自然力量给人带来的恐惧 是无法抗拒的 然后我们在一起 一个房间的人就相互抱在一起 只要今天晚上水走了过后 不出任何事就行 然后老的话在第二天早上 大概在四五点钟过后 水退了 风力稍微减小的过程中 我们走出来看的时候 整个营去一片狼藉 在地的围墙全部坍塌了 菜里里绿色的植物植被和 我们新鲜的蔬菜荣然无存 我们从五月份开始 我们前前后后在中间 种了三千棵核树 半年的时间 所有的树苗已经成活了 百分之六十棵树苗 那次种树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十一月份那次大台风 这三千棵树苗 全部一棵都没有活 不光它没活 包括我们之前种的树 已经成材的树木 也都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 台风过境 吹走草 拔起树 冲走珍贵的土 范淇洪他们并没有为此 感到困扰和气馁 台风后 他们继续植树种草 中间岛渐渐恢复到了 超强台风袭击前的绿化水平 下场 没有 到处于 对